丁村 denen可以歡迎 留下 sertanghidu 拆ף 林尿的名字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公公的時代是 我們就叫莫拉卡粉蹄 我們叫京堡的 但要的人知道 只有田大哥 為什麼要叫臺北糖 因為我們這種品 在台北是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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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 而且可能台灣全省也只有我們在做 所以才叫台北瓣 從1920年到現在已經98年了 剛初在日據時代說 我阿公就是做這個瓶的學徒 日本後來因為戰敗回去之後 我阿公就繼續就是一直做這個瓶 一直保留到現在 從原來的古法製作 然後到現在就是一直保留那個原味 過米要先碾成粉 粉之後才能去攪拌 攪拌要看天氣看家的水量多少 攪拌之後才能去蒸成麻糬 麻糬之後要整形、碾平還有切塊 之後才能烤成餅殼 天氣怎樣你做的方法就不一樣了 過米怎樣做的方法也會怎樣 所以這個都是要累積的 沒有一個刺刺的方法 當初做這個餅的時候 其實我弟弟他不願意解 因為年輕人他們都是想說 去外面床一下 後來是因為我爸爸生病了 他覺得這個事業沒有接的話 是可能會斷掉 所以他就想說 他還是就是接下來就 跑了下來就一直這樣做傳承 十幾歲的時候就間斷去了 當兵之後才真正開始去 那時候剛開始也有烤筆 因為看烤筆很辛苦 那時候我覺得 看到我爸旁邊的時候就 糟糕不會感慨 很累 可是自從他身體不好之後 因為家裡只有我一個難得 有想到孩子過來要回來接 當初跟我爸學的時候 跟家裡支付學的話是 罵的方法 我爸是不會的 他是會慢慢教 就是這樣怎麼做那樣怎麼做 就是看經驗累積下來做的 我爸也跟我一樣很少說 不會說的 要自己慢慢去體會 他有說過 白說起家很難 可是長程更難 所以我 有聽他的話說 還是繼續提下去 這家店對我們來講 是養活我們全家人的店 也是神為我們預備的產業 能夠在這個地方 能夠來慰祖傳福音 慰祖做競爭的地方 有神的樣式 讓人家知道說 基督徒跟其他的是不一樣 我們鄰居的小孩 他都是固定會固定來拉普攻音 小朋友看的時候就說 哪篇故事很好 就會跟他爸爸媽媽分享 然後他爸爸媽媽看到以後 覺得這個不錯 他就持續一直拉 到現在都已經好幾年 他都在拉 裡面有很多的小故事 真的蠻經典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 我們來放在我們店裡的話 希望不是只有我們看見 而是我們左右的鄰居 或者是馬匾的客人 或是鄰舍走過 都可以有機會 來認識 公共有一個內容 讓更多人知道說 神的愛是改變很多人的方向 是分別人的方向 竟然是兩套 好多人的方向 就知道 宝作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